如果精细神饱满了 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精神饱满 这个精神健康 如果精神错乱了 就成精神病患者了 就去了这个精神病医院了 所以精神对我们很重要 但是这个名词大家都会说 那么精是什么 神是什么 在精和神中间还有一个气 它起着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而今天很少有人能讲透它 为什么讲不透 特别在神这个系统 是大家没有经典可医了 因为《黄庭经》看不懂了 这个大家对《孔雀明王经》 实际上佛家的这个经典 叫《孔雀明王经》 也就看不懂了 因为《黄庭经》你看不懂 《孔雀明王经》 你只是会念诵里面的一些真实的 这个内在的内涵的东西 你是根本就看不懂 大家知道人跟人才能沟通 狗跟狗才能沟通 人跟狗没办法沟通 狗说的话你听不懂 人比狗聪明吧 人说的话狗也听不懂 所以是这个人跟神怎么沟通 人跟神没办法沟通 你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是人 你用人的意识 用人的语言 用人的脑袋 用人的身口意 去沟通这个神明世界 几乎都是一些精神病患者 或者是见外灵附体的 被附体者 我们叫附灵型的 就是不是真正的 自己的神和外在的神沟通的 自神或者内神这样的一群真实的实证者 所以人只有把自己的内神 就是我们体内的神给唤醒 给激活 那么你们才有办法让内神和外面的 身体外面的神 包括天神 龙神 这个嘎大婆等等的天龙八部 那么才能够去沟通 大家知道这个在佛教经典中 这个孔雀明王经在唐朝 我们唐朝为什么繁荣常生 就是神明世界和人的世界和平共处 然后共同的为着人怎么去 一生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努力 所以那个时候人和神都是欢喜的 都是快乐的 所以我们那个世界就特别的大唐盛世 特别昌盛 那么在这样特别昌盛的时期 这个佛经中唐密因缘而生的时候 有六部大经 其中一部很重要的就是孔雀明王经 那为什么这个那么多的佛典 那么多的佛经在唐密中重视孔雀明王经呢 实际上借着黄金经 大家可能就更容易清楚明白 因为只有把外面的神明和内在的神明都激活 都请出来 然后我们才能够真实的 使神明世界来帮助我们现实中的人 使人类获得幸福 使我们这个世界昌盛 繁荣 安定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那么我们这个从这个唐朝以后 我们不怎么太信内在神明的时候 那么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类 包括东西方都出现问题了 就是人开始变得坐老大了 以为天地间唯我独尊 唯我侍从 这个宇宙都是我的 星星也是我的 现在甚至可以把外星球 也当成自己的私有残产卖给别人了 你看人类猖狂到什么地步了 那么人觉得在这个世界中 他是老大 这个其实人真是老大 但是不是这种老大 你这个 你的肉体 他认的是肉体 他的思想 他是了不得 实际上你活百年 你在这个 几十一年的宇宙中 一百四十一年的宇宙中 你算老几啊 我们太阳系已经有几十一年了 你算老几啊 你那才百年 你怎么去说自己那么牛呢 你能活多久呢 所以说我们大家要知道 整个的人类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蒙蔑了 愚昧了 丢失了真正的智慧 对我们存在的生存的客观世界 产生了一种错知错觉 对我们来说 谢谢大家